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浴缸 这个浴缸其实深度跟宽度都是蛮大的 坐两个大男生都是没有问题的空间 后面你会看到这个全部水箱是封闭式的 这个封闭式的水箱等于说他如果有要维修的话 他是进到我后方的这一个空间进行维修的 他如果有一个单身女生住在这里 是不需要担心说会有陌生人进到我们的房间的 那再来你可以看到这个琉璃台部分 全部大理石台面五星酒店设计文律风格的 这个琉璃台 那再来进到房间的左手边 你会看到跟我们的项目主题一样 全部是立体式的鞋柜 他这个尘板是可以抽起来 去做这个交换式的收纳 可以让你多收纳至少两到三双鞋 那我们的鞋柜有两个 好 那再来呢所有的储藏空间你看到我们全部都是做到顶端的 所以说这些空间的全部都是你可以收纳的空间 好 厨房设备呢跟刚刚卫浴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交付标准 再来可以给大家看到一个比较神奇的部分 是这个空间 你看他现在是一张床 但是我手一拉 一放起来 它就是一个这个工作室 工作空间 等于说它其实是非常弹性的可以去利用的一个空间 然后 同时呢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个咖啡杯 咖啡杯它还是摆好好的 它刚其实是这个咖啡杯 它就这样子直接放下来 OK这空间呢我们可以非常去弹性的做利用 假如我有家人朋友过来的话 使用这个空间 那可以跟我上传的空间去做隔离 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两个人住在这边各自拥有各自的空间 那一上来呢会是我们卧室的空间 可以看一下卧室看一下去楼下的话 景观就是这样子的 它其实空间感是非常非常的立体 它非常的高 所以说等于啊 你在这个空间里面是完全不会感受到任何有狭隘或是说空间很小的感觉 那再来呢楼上是我们卧室的部分 床头 那床头的部分会有这一个清风系统它的出风口 好再来往里面看 往里面看我们的卧室走进来里面还有个神秘的空间 这个空间的主要就是我们的步入室衣帽间 这步入室衣帽间它是一个L型 所以说这边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再收纳更多的衣服 那这边可以挂衣服以及我们的收纳柜 好那再来呢进来里面里面就是卫室的空间 卫室的空间可以看到除了马桶以外 后面还有其他的收纳空间已经吸风系统的这个吸风口就在这边 那这边呢这个琉璃台它也是比较成型的 它其实可以摆放非常多的 我们这个盖洗用品都没有问题 好我是小爱 我们下次见